我们是几个乌克兰的留学生 亮出我们中国护照啊 就是在这里就能享受这样的福利 就是说一路立登 就是所有的检查站 予以放行 我们现在跟着的是大使馆的车 前面是大使馆的车队 感谢祖国 我们有幸生于华夏 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已经过了边关 成功进入到了波兰境内 真的特别是 感谢中国大使馆 他们给了我们正确的方案 还帮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商会 过来接我们 就像我之前说过了 我们的护照就是印度过 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清晰 我们身后有一个强大的图 我们为我们是中国人而骄傲 我们现在已经在路边 在路边举行我们的国旗 等待着火商会过来找我们 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到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顺利地撤出了乌克兰 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今天俄乌战事已经进入了第九天 这九天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九天 也是整个世界版图发生天翻地覆的九天 更是千千万万人的普通生活 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九天 那么俄军的攻势这两天有所加强 重点是对乌克兰南部黑海多个港口城市展开了猛攻 当然和平的努力也并没有完全终止 俄乌的调人谈判刚刚结束 在这场谈判里面 我分析看到了一些细节 显得很有希望 那就是这一次是俄罗斯的谈判代表首先到达 而乌克兰直到他的代表出现之前 竟然没有明确确认他们会来 当然最后还是来了 这好像显示出俄罗斯多多少少比乌克兰在形式上有了一点点诚意 当然这一次的俄欧会谈结束以后 有一些积极的进展 那就是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 建立一个安全走廊 这个安全走廊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为平民撤离 第二运送人道主义物资 这些区域一旦设立安全走廊以后 双方都会在监督下停火 那俄罗斯代表团的领队表示 双方的立场非常明确 包括与政治解决有关的问题的冲突 被逐一记录下来 双方对其中一部分认可相互理解 当然俄罗斯的代表说 需要迅速制定安全走廊的细节 他说第三轮也就是下一轮谈判 可能会打成一些协议 其中一些协议需要得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议会的批准 这里面又埋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伏笔 比如说俄罗斯的议会当然没问题 还是在普京的控制之下 而且是关于停火的协议 关于人道主义救援 那俄罗斯的议会应该没有大的问题的 会尽快通过 但是乌克兰议会在这样一个狂轰滥炸的气氛底下 乌克兰的议会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 这样打一个问号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另外根据联合国等机构的统计 这两天从乌克兰逃到邻国的难民数量 已经升至近100万人 已经至少有249位平民丧生 其中包括17名未成年人 还有500多人受伤 另外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 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 那就是中国人已经中招了 有4位中国留学生已经丧生 那根据乌克兰观察家网的报道 哈尔科夫文化学院宿舍遭到了射击 据初步估计有13名学生被杀 其中4名中国学生和1名印度学生 两名中国人的名字已经知道 叫金天豪 还有一位叫李志 这条消息目前没有得到其他权威媒体的证实 是从乌克兰观察家网上大家看到的消息 相关的截图我也贴出来 不知道我们观众里面有没有懂这个当地语言的 能不能提供更详实的一些信息 那这个事情那还是令人非常震惊的 那就是这和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消息以后 造成的混乱也是有关的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一个政府在撤侨的方面 最怕就是进退失据 最怕就是没有准备 那这一次很显然是缺乏准备 那么在一开始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竟然说出来 打仗没关系 你只要在车上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那个子弹就会长眼 他不会打到你身上 也不会打到你的车上 后来发现哎呀妈呀不对 子弹不长眼 这些文化人 这些高级的外交官赶紧的改口 说你最好不要透露你的身份 不要跟别人说你是中国人 或者会更危险 再往后大使说了 不是不想撤 是不具条件 一定要等到安全了才能撤离 但事实上 战争打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 哪有什么绝对的安全 当然在各方努力下 首批中国留学生也已经有撤离的了 但是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好像有五六千人 这里面打到最后很多人只能是自求多福 大使馆关键时刻你也靠不上 那根据相关的消息来源透露 这一次这批学生在宿舍里被射杀 本来他们是准备从这个地方跑到俄罗斯避难去的 但这一点有点不太可理解 这个地方都打成这样了 你跑到俄罗斯能安全吗 这个具体的详情我们不太了解 但是令人十分的痛心 我们也向在乌克兰当地的中国留学生送上我们的祝福 让你们希望你们小心小心再小心 能够安全的从战场脱身 当然这个消息刚刚出来 说实话权威的媒体都还没有跟进 具体的详情都不清楚的时候 中国的微博上已经说了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打的 但是这些很可能是相关的机构 有意无意的栽赃给乌克兰 因为你咋知道这是乌克兰打的 在前几天我们看到当地的中国学生 中国的老百姓发出的这些视频上 我们倒是直接看到了 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军队下了坦克以后 就对我们这群学生进行扫射 当中第一个被打伤了腰部的那位中国留学生 就是俄罗斯军队打伤的 所以现在事情真假难辨 这里面还有国家作为后盾 进行的假消息的攻击 大家都要十分的小心 不要被这些虚假信息带偏了方向 另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 这里面普京显得非常非常的强硬 马克龙告诉普京说 你在乌克兰问题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在基辅问题上自欺欺人 这场战争将在长期内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 同时法国总统顾问也对媒体表示 在这场见面在这场这个电视电话里面 普京总统没有给出任何内容 可以让我们放心 而且普京重申了他的政治理念 重申了他的扯淡的理论 说这次战争是他正在寻求乌克兰去纳粹化的一部分 当然了 马克龙对普京说了 你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这会让你的国家付出沉重代价 你的国家最终会被孤立削弱 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制裁 那么普京在电话里面 还透露出一个信息不太好 那就是他非常的坚定 非常的顽固 他说实现威克兰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地位 无论如何都将实现 那就是他铁定了要实现目标才撤军 在此之前绝不言退兵 因为知情人士对罗托舍说 中国一家国有银行在莫斯科的分行 正在遇到大量的资讯申请 关于如何开户 这些都来自开战以后的俄罗斯企业 大概有200到300家企业和这家银行会谈 希望开设新账户 这个需求很显然就是因为俄罗斯企业 受到了国际的制裁以后 无法进行正常的国际贸易和钱款的往来 他们都千方百计寻找一个避险的港口 那就是把眼睛盯紧了中国 中国也多次表示反对制裁 称这么说无济于事 任何单边非法制裁都无济于事 他们坚持尤勒斯保持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往来 整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 他给各行各业都会带来深重的影响 只不过这些影响有的惨重一些 有的没有这么惨重 有的来的快一些 有的在将来才会发生 但恐怕谁也躲不过 比如说你就算你人在美国 在马哈顿或者在欧洲 你是唱歌剧的跳舞的演电影的 你都躲不开 尤其是那些本人有一些名气 更何况你和欧洲和俄罗斯还有过交集 甚至和普京还有些个人友谊的这些人 在此都摊上了大麻烦 他甚至是整个俄罗斯的这个符号 都呈现出一个负面的含义 让大家避之危恐不及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了被禁止和封杀的这种决定 比如说以欧洲为主的很多电影机构 就开始对俄罗斯电影和电影人进行禁止和一些封杀 还有一些文艺作品 比如说意大利米兰的一所大学 竟然开始禁止教授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一些著作 当然了这个决定在群情澎湃开始批判他们之后 他们已经收回了这个决定 但是并没有对大众道歉 为啥就显着很莫名其妙吗 因为托斯托耶夫斯基本人 他就是因为阅读沙皇俄国的禁书 而被共产党的苏俄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劳改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里面他也是个受害者 所以他的作品不应该被禁 那还有也是同样来自欧洲 莫斯科皇家芭蕾舞团本来排好了听文胡的演出 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传统剧目 但是伦敦皇家歌剧院还有英国沃尔佛汉普顿大剧院 都已经取消了该团的演出 声明里面说了 不幸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演出根本无法继续进行 但是在这场封杀与反封杀的争论里面 最著名的有两个人物 今天我重点给大家挡一下 这也都是刚刚冒出来的新闻 第一位是有着指挥沙皇之称的著名俄罗斯指挥杰杰杰耶夫 他因为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 被西方古典音乐界给封杀了 他在欧洲的多长演出被取消 多家乐团和音乐节发布声明与杰杰耶夫切割 以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目前他也失去了工作 慕尼黑爱卫乐团已经将杰杰耶夫给解雇了 今年68岁的杰杰耶夫 同时还是路透单爱卫乐团的荣誉指挥 以及伦敦交险乐团和慕尼黑爱卫乐团的首席指挥 当然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忠实支持者 是他的buddy好朋友 另外一位就是刚刚出来的新闻 今天的纽约时报也看到了一篇长篇的文章 那就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 安娜奈瑞贝克 多长演出也被迫取消 实际上当地时间227号 就是战争刚开始以后 奈瑞贝克已经发生反对这场战争 但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 根本没有谴责他的好朋友普京 那么在欧洲古典音乐界联合抵制 以后 奈瑞贝克3月1号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将退出舞台 直到另行通知 不但是歌剧界 这个音乐界 猫科动物国际联合会 竟然也宣布制裁俄罗斯 怎么制裁呢 他们机构下属的各国分会 立即停止进口饲养 与俄罗斯境内的猫 并禁止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机构 参加该组织举办的展会和比赛 你看连猫科协会都动手了 那除了有名不能被免除制裁 免除承担责任以外 要钱也不好用了 今天我们看到 德国当局从俄罗斯亿万富豪 优斯马诺夫手里面 没收了一艘价值6亿美元的超级游艇 看到这个消息 我有点无感 因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咱没有被制裁过 也没有被别人扣罗过 价值6亿美元的任何东西 但是我相信对优斯马诺夫来讲 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因为既然能扣游艇 就能扣别的 包括他的银行账户 这艘游艇 德尔巴号长达156名 在德国汉堡被扣牙 优斯马诺夫就是这艘有请的拥有者 正是因为与俄罗斯政府关系密切 而受到欧盟制裁的25名俄罗斯知名人士之一 那这几天 据相关媒体报道 自从俄罗斯普京下令进攻乌克兰以来 西方各国都使出一些制裁手段 很多俄罗斯富豪资产严重损失 他们都纷纷在将自己的私人飞机游艇 准备开到俄罗斯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马尔代夫 或者是其他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想以此来躲避全球范围内的制裁 至少是对他们的谴责 那当这样一个大战发生的时候 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处理都不一样 有些显得依正词言 有些就未必有道理 比如说禁止天鹅湖演出 这个是不是很强当呢 恐怕未必 但是至少你米兰的大学不让你教托斯特耶夫斯基的作品了 这显得有点奇怪 当然在欧美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 你任何一个决定都要受到别人的质疑攻击 真做错了 在压力之下你也得收回 你看米兰这个大学就已经收回了这个决定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对于这位指挥家和这位女高音 他们恐怕就没有多少可以辩解的理由 那杰杰耶夫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中国国内的古典音乐界 基本上是一个一边倒的态度 那就是我们太冤了 我们就是指挥 我们就是懂音乐 我们也只喜欢音乐 我们不懂政治 我们也对政治不感兴趣 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非得按着头 让我们每个人都表态 这对音乐界不公平 我们表示反对 但实际上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 就怕讲证据 讲事实 百道理 咱们来看一下杰杰耶夫 他做的这些事情 咱们再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他到底应不应该不制裁 杰杰耶夫被德国市场要求表态 说明对普京的态度 否则取消他在德国的指挥职务 但是这个事情 看了更多的资料以后 我们发现杰杰耶夫 确实是普京的密友 他们的关系还不只是密友 好机友这样一个阶段 他本人还是非常活跃的政治领域的参与者和普京的支持者 他曾经至少三次非常积极的参与为普京助选的这个活动当中 另外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 杰杰耶夫还发表声明支持这件事 当然他只是众多支持者之一 当年克里米亚被吞并以后 俄罗斯国内民众情绪对普京还是理正面的居多 他的支持率上升了 另外有调查有相关的报道 说普京本身贪污了大量俄罗斯的资金 就是通过海外的一些高光的朋友 有权有势的朋友 比如说像杰杰耶夫这样的进行帮他代存 那帮他帮着这个普京存钱 这个当然存疑没有看到第一手的证据 还有杰杰耶夫不仅仅是普京的密友 他还是普京政权在文化领域的支持者 是普京扩张主义的支持者 甚至有可能是贪污腐败的支持者 所以在一个人在这方面 你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家 而是一个政治参与人士 而且你在某些事件上的观点这么的鲜明 而你支持的好友普京 现在成了赤裸裸的侵略者和贵族手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还让你在德国在他的最高级的 最能代表德国音乐水平的殿堂 担任首席指挥 那人家让你表明个态度 这里面也没有太荒谬 也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我认为 比如说具体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 我就没有人 没发现有人要求宋祖英表态 也没有人要求张子怡或者是汪峰表态 当然了汪峰如果想上头条 他可能会表态 目前没有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宋祖英 张子怡 汪峰和这个事没关系 不但是身为中国人 他们和这场战争没太大关系 他们平时也很少发表政治观点 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人士 他既没有支持左也没有支持右 所以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对一些不相干的人士要求他们成型表态 说实话那是有点过分的 说实话也不公平 为啥你让我表态 有请可言 因为我是做新闻的 你干的就是这个事 你不表态谁表态 是不是 但是如果人家就是个修路工 如果就是个修自行车的 如果就是个音乐老师 如果就是个大学教授 他别的都不懂 就知道书本上那件事 而且仅仅局限于他的专业 确实不适合让他们表态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个政治积极人士 在很多事情上 众人都知道了你的态度 而且你支持的人 就像我刚才说 现在都成为了大家极其反感 成为历史的罪人 你当然应该说清楚你的一个态度 而且咱们将人心比自己 任何事情也不能要求 所有人都当劣势 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 纳粹政权底下 有一位爱乐乐团的总监 柏林爱乐的 他的名字叫富特温格勒 他当时在二战时期的纳粹政权底下 他就属于那种没办法 他经常要维持柏林爱乐的正常运转 总要有演出 然后希特勒就经常来 但是从来在任何公开的场合 或者私下的场合 我们没有看到这位伟大的指挥家 和希特勒个人有任何瓜葛 他也从来没有支持过纳粹 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占领 也从来没有表示过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屠杀是正确的 也没有给希特勒和纳粹高厂 任何形式的任何支持 相反人家还利用自己在柏林爱乐当指挥的 这样当头的这样一个机会 默默的帮助很多犹太裔的音乐家 免于危险 那希特勒要来听音乐会 他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你阻止那不就等于全家都要被 灭口 全家都要被灭了九族吗 你要求人家这么做是没道理的 但是人家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甚至在冒一些风险的情况下 尽量做正确的事情 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好人了 所以他选择做消极的抵抗 二战以后 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在柏林的音乐界 掀起了很多争论 就是要不要让他继续担任 柏林爱乐的掌门人 因为你看他既然在纳粹底下活得还挺舒服 过得很滋润 那要不要对他进行处理呢 要不要对他进行一些政治上的审查 最后也有了调查 最后证明他是没有罪的 因为他在自己可以决定的范围内 从来没有与纳粹合作过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卡拉扬 那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卡拉扬也是一个音乐名人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梦想是指挥 但是在纳粹德国底下 如果你想得到乐队指护这样一个职位 你必须加入纳粹党 你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卡拉扬只能这么做了 他也加入了 所以他的历史争议 要比我刚才说的这位音乐名人要多一些 因为他多多少少有一些投机主义的色彩 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你不进去 你不当纳粹党员 你就没法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个行业 但是卡拉扬也仅仅是加入了纳粹而言 他并没有把希特勒成为一尊 也没有把希特勒成为这个世界领袖 更没有为他造势 他就是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卡拉扬也不应该被苛责 那除了我刚才说这两位属于不同的情况以外 我还要举一个例子 这是另外一种类型 那就是中国钢琴家朗朗 2011年1月19号的晚上 朗朗被邀请前往白宫 为总统奥巴马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演奏 这一次他通了篓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为啥他选了个作品叫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这个曲子是哪来的 是电影上干脸的插曲吗 上干脸是啥片子 描写抗美援朝的战争大片吗 那是当年的战狼那种类型的电影 你看当时演唱完这个以后 演奏完以后 美国舆论界就有些轰动 当然了 奥巴马也没什么文化 他在那听的如痴如醉 巴掌拍的比谁都想 但是当年的首歌描写的是什么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敌人来了有猎枪 那就是打击侵略者 但实际上看美援朝这个事情 放在今天 即使放在当年 那也是不折不扣的 中方支持朝鲜进行了侵略 这一点在联合国已经认定了 在国际舆论的公开的认证里面 大家这个人心里面的共同的认可 那就是朝鲜才是侵略方 当年就是共产党支持了侵略者 而不是相反 所以你在那个歌里边唱 朋友来了有好酒 敌人来了有猎枪 而跑到美国的白宫去演奏 你这啥意思 按照中国的说法 你这就是上眼药 就是要用这样一个机会 反击美帝的文化帝国主义 那就是要给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以迎头统计 这事情出了以后一片哗然 当然了朗朗马上就懵了 说哎呦 我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这么回事 我就是个音乐家 I'm a musician 他打电话给这个NPR 我当时还听到了这个采访 他说我就是个音乐家 我不懂政治 我也不想参与 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好 所以我就去这个白宫演奏了 他这么说 后来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也理解 那确实就是没文化 没文化 没文化的人多了去了 不要以为他是世界知名的音乐家 他就对啥都懂 很多专业人士 他就懂他 那个饭碗能涉及的那点事 就是弹弹琴 泡泡粉丝 这帮人都是这么一个风格 别的事情他一概不懂 所以这也是很多艺术家的悲剧 那就是为盲一个 经常在不该表态的地方表态 表态了还做得非常拙劣 经常被别人拿来攻击的理由 当然了 当年朗朗这个事情 也显示了美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舆论环境 那也是很多美国人 包括政客 那也是十分的大条 朗朗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白宫的发言人 马上通过ABC 美国广播公司声明说 有人说朗朗在白宫演奏 我的祖国是对美国的侮辱 这种意见十分偏激 十分荒谬 十分错误 你看人家美国人白宫主动出来 为朗朗圆场 那就是白宫知道 朗朗这些人就是个音乐家 一不留神演奏了这么一首插曲 就别揪着这个事了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放到了中国 实际上就麻烦了 马上就会被小粉红一拥而上 把他不用说用拳头打死了 因为痛嘛 都得给他淹死 对很多文艺界 学术界的名人 在这种世界大事 比如说战争里边的表现 应该如何评价 唯有这样的事情 产生的舆论事件 应该怎么解读 也是众说纷纭 但是无论如何 对这样的人士是不是制裁 他只是一个问题的一方面 对于人家那些反战的人士 出来发声 你反而于打压 那这个情况 就比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严重多了去了 他也表明这里面有阴谋 这里面有反人类的 这种思想倾向和行为 比如说中国著名的女主持人金星 他就对物俄战争表示了看法 他的微博已经被封了 他说的也非常艺术 他说2022年最精速的事情 就是一个脖子上 被拴着铁链的中国女人说 这个世界不要玩了 一个疯狂的俄罗斯男人说 不要继续当总统 你就不要这个世界了 你看他说的多么的精妙 所以中国的主持人里边 金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 人家讲的就是敢讲 敢说实话 还有另外一位是演员 袁立 袁立也公开的表达 对战争的反感反战 但这些人都被封了 你说反战你也被封 而且这里面 人家有些人恐怕也未必表明了 自己鲜明的支持 或者反对普京的观点 人家只是不要战争 这你都封 这说明了中共的这些执政者 这些领导们 他们心里的那个打算 那个小九九到底在琢磨什么 那至于我刚才提到的 在曼哈顿的大都会歌院 共治的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 奈瑞贝克 他实际上前些天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所以他在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反对战争 但是说的太保护 他没有公开的划清界限 他当时还为自己辩解 他说强迫艺术家或任何公众人物 在公众场合做出表态 去否定自己的祖国 这是错误的 我和我的许多同僚一样 我是个艺术家 我的目标是团结被撕裂的人们 啥意思 那就是他希望用音乐去团结世界 去弥合伤口 但是他说的没有被 大都会歌剧院所认可 也没有被老百姓所认可 因为啥 你看看你的出身 你看看你和普京的关系 这位奈瑞贝克 本身拥有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双重国籍 他和新生代的南高音 罗兰度维拉臣 被称为歌剧界的梦幻情侣 这是音乐界的金童玉女 而且安娜奈瑞贝克 当年也是个穷孩子 在圣别德堡学艺术的时候 兼职擦地板 所以能够混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很不容易 但是他活起来以后 和俄罗斯普京的关系 特别铁 不但是关系铁 还做出了很多举动 至今令人感到汗颜 他借了一笔钱 100万卢布 好像当时也就十几万美金 捐款给了刚刚宣布独立的 乌东地区 顿尼兹克的一个戏战 当时他的说法是 他就是想支持当地的艺术视野 让他们拿去顾住演员 修修房子 继续演出 但是当时接受这笔钱的 对尼兹克方面的代表人 就是今天宣布独立的 反派力量 反派武装力量和普京 另外和掀起乌克兰战争的那些反对派 这张照片也流传很广 而且他们共同举着的那面旗子 就是分离主义力量的自己的旗子 那这种给人的联想就十分的不好 那给大家感觉 今天俄罗斯乌克兰发生这些事情 由你一份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没关系 你不就公开支持 对尼兹克的分离主义力量吗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宋祖英 你去和东突分子合影 拿着他们旗子照着彰相 或者拿着西藏的雪山狮子旗 这里面谁对谁错先不说 但是如果宋祖英你干了这个 你还能指望你在中央电视台参加春节联盟网会吗 你想也甭想 实际上的很多事情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位纳维贝克 后来也对自己进行了边界 他说我哪知道那是啥旗 我捐钱 我就是想支持艺术 结果他们来了和我合影拿了一面旗子 我不知道那是代表分离主义的旗子 你看 这还是说明这些艺术家他就没文化 你不知道那你就别合影 另外你凭啥不知道 你是这来的 当地的国际社会的热点 有哪些是特别敏感的事情 你不知道你的团队也不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看来 不管中外 不管是朗朗 还是这位安娜 都属于极度没文化 这么一种类型的 所以他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 在很多时事的焦点上 在跟头 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另外在中国的简体中文世界的 这个网络舆论里 还出现一种非常奇葩的一种论调 说你看 国美社会真他们虚伪 不是讲究言论自由吗 那人家这个艾瑞贝克和卡拉扬也好 和之前的任何导演也好 人家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 你们怎么能因为人家的政治观点 就封杀他呢 这不是和某某某国家一样吗 所以西方也很虚伪 这个说法很有迷惑性 倒退十年之前 我也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 但实际上今天看来 你仔细的想一想 仔细的过一过这里边的逻辑 发现有问题 为啥 所谓的言论自由要保护 所谓的出版自由要保护 那是指防止公权力 对你出版自由 对你编辑判断的一个侵犯 他丝毫不影响专业人士和民间力量 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也好 根据自己做出的判断也好 做出一个取舍 只要整个社会的这个氛围是公开的 有法治保障的 就不能被贴上影响侵害言论自由的这个标签 所以举个极端的例子 你要到世界犹太人协会上发表演讲 结果你说 我看希特勒对你们做的 也没什么过分 可以理解 那你这么说 人家把你赶走 不让你讲了 这叫影响言论自由吗 这不叫 因为除了言论本身是否受到保障以外 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那就是所谓的工序良俗 是不是挑战了人类的底线 你说的话 是不是导致了比另外一种恶 更恶的恶 那就是你鼓吹暴力 鼓吹种族的屠杀 鼓吹反人性 那这种情况下 别人任何组织 个人行业 根据自己的判断 根据这个企业行业 长期长治久安 要好好发展的这种需求 对你的言论做出限制 这不叫影响言论自由 这就像你在办公室里 不能对女同事 当然了女同事也不能对男同事 出言不逊进行骚扰一样 你这么说 你这要承担代价 这种情况下 绝对和言论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简体中文圈子里 讨论这个问题 他没有相应的语境 没有相应的上下文 讨论其很多事情来 往往是驴唇不对马嘴 再来关注一下 北京方面发生了一个情况 防止北京仿向莫斯科 这恐怕是美国的很多政界人士 正在思考的头号问题 因为普京展开了对乌克兰的侵略 北京会不会如法逃至 对台湾实施侵略 实施类似的军事手段 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成员 都在担忧北京可能为台湾采取类似的武力行动 所以今天又有人八位国会成员提出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称 如果北京入侵或者封锁台湾 大家注意 不只是动用军事手段打起来了 你封锁也算 如果北京入侵或封锁台湾 或者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的治理现状 美国将对中国政府进行严重的金融制裁 他头干这个事的是参议员斯科特 他本身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他今天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 以金融制裁威慑共产中国入侵台湾法 这是他今天提出来的 与他去年2月提出的防止台湾遭受侵略法 是相辅相成的 当时那个防止台湾遭受侵略法 将授权总统在台湾遭受中国侵略时 采取军事行动 今天斯科特是这么说的 当北京静悄悄的看着普京 对乌克兰人民的入侵和攻击 美国必须坚定的支持我们的民主伙伴 毫不含糊的表明我们的决心 谴责和惩罚那些攻击我们伙伴的暴军 他还说 北京对台湾人民与日俱中的骚扰和动画手段 都不会被忽略 所以他们在制裁上也要参考 今天世界对普京的制裁 那将会怎么做呢 他说 中国如果对台湾或其领土展开武力侵略封锁 或者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的治理现状 美国将出台以下措施 禁止财产交易 吊销与武力侵台有关的中国人的赴美签证 并限制入境 禁止与中共金融机构之间 任何信贷转移或者付款 禁止投资于被制裁对象的股权或者债务 禁止与中国军方企业软件公司 金融信息系统和数字货币 有任何生意往来 同时 反而要求总统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30天内实施上述制裁 这个是美国的议员们 正在想利用乌克兰这样一个机会 向北京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 那就是如果他们将来真的用武统的方式 对付台湾那也会像今天的俄罗斯一样 在经济上 在安全上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俄罗斯这场大战对中国的影响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 冬奥会结束以后 这个残奥会正在进行 本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那就是国家委会会不会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选手参赛 本来这些都是一些争议的焦点 甚至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今天残奥会宣布了禁止这两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北京残奥会 这个决定刚刚做出 主办的中国很尴尬 我看到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 汪文斌在主持的时候 有外国记者问了这个问题 汪文斌回答很简单 说请你直接向有关机构询问 就是我不知道 你问他们去 但是这个仅仅出现在了外交部的网站上 国内的各个媒体都没有进行转载 也没有进行讨论 但实际上这恰恰是焦点之一 那么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都没有敢跟进报道 仅有部分专业的体育媒体和自媒体 有些人提到这个事 但是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都已经全部下架 不准提了 当然也不准提俄罗斯选手允许被参加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一回事 所以既不准讨论被禁止了 也不准讨论他们继续参加了比赛 所以这事就是不准谈 这就是目前官方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手法和态度 所以这也显示了在国际的大风向面前 在人心所向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中共想帮俄罗斯恐怕也帮不上 你看人家国教委会已经做出这个决定 你总不能坚持让这个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 所以你看有些情况下你也不得不遵守 那不但是在体育 在很多更硬核的事情上 你也要这么做 比如说大家知道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 为了和世界银行抗衡 他们搞了一个亚洲版的世界银行 那是什么 那就是所谓的亚洲基础设施 银行 就所谓的亚投行 这个本来他的主席是那个金利群 也是中国原来财政部的一个官员 这两天他们相关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也对涉及到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关的款项 你已经冻结了 你看你也不得不禁止 这个完全很多情况下你是控制不了的 那说到中国呀 两会已经开幕了 说起这个来都有一些令人踢小皆非 因为以前啊世界各地的媒体 尤其是简体中文媒体啊 在两会召开的时候 这都是头号大事 但是今天我差点忘了两会都要召开了 因为啥乌克兰战争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和焦点 这次两会他显示出来焦点和以前不同 那是啥呢 今年可能不会搞得这么雄心勃勃 而是要想办法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那就是第一是内需不足 消费者支出持续乏力 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 像恒大这样的灰犀牛会不会再度冒出来 那么相关人士分析说呀 今年的重点 北京当局可能会有意放宽压缩房地产业 巨额债务的力度 控制碳排量缩小 富裕阶层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 这都是今年需要两会关注的重点 当然今年的两会比平常短 正常情况下是开两周 今年减少一周 另外新闻发布会也将通过视频连线进行 这个安排有疫情防控的原因 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维稳的原因 因为今年的好多问题经不起问 那怎么能控制呢 那就视频连线发现问题不对 立马掐掉 这在现场搞发布会的时候是很难控制的 我认为今年中国总理李克强 应该会在人大会议上宣布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4.5%到5%左右 这肯定大大低于去年8%的经济增速 但也是最近数十年中最低的增长目标 我说的这个数有些人可能感到不满 那就是比如说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一夫先生 他也是著名的两面人 为啥他从台湾叛逃过来了吗 林一夫 林一夫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 好好好 比如说展望2022年中国经济 他说基本上达到6%甚至以上的增长 没问题 那林一夫的理由说是什么呢 中国新的经济引擎在哪些领域 他说在传统产业领域 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 他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新意 为什么 如果他说这套能行 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不会陷入这样一个困顿的状态 比如说经济的三个引擎 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 这里面占着最大头的是出口 出口不行了 三驾马车里面就缺了一根 消费当然更不行 那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如果重拾 政府出面搞大额投资的这种情况 搞所谓的4万亿 那更会让中国回到五年前的那样一个窘迫的状态 是这样这条路已经是走不通的 当然今年这个两会 让林一夫他们出来放话 就是为了稳定情绪 今年稳定情绪会是重中之重 因为灰犀牛太多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 尤其是乌克兰大战 你看现在国内真的有意识的去减低 这方面的讨论 不让他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国内决策 影响国内语情的这样一个因素 那事实上呢 我觉得看林一夫这些人的高谈扩乱 实际上很多时候对判断时局 作用并不大 反而不如看一下回信胡老师的 因为胡老师的新闻敏感性是足够的 他说的很多事情 他讨论的很多话题都是中国一般的新闻工作者 不具备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他刚刚又在个人微信公众号 说关于乌克兰战争 他说这场战争将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主要要看战争的结局 他分了几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 如果俄罗斯打赢了 普京拿到了乌克兰中立这个结果 这样就消除了前苏联国家加入西方体系 共同对付俄罗斯的隐患 那意思就是莫斯科反击华盛顿成功了 美国的霸权受到一次削弱 这是他说的第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大家感觉怎么样 俄罗斯可能赢吗 他不可能赢 不可能赢 胡锡进还说 这场战争已经让欧洲成了惊弓之鸟 欧洲今后会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 更加敌对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这个胜利将是有限的 而失败或者小胜或者惨胜 才是最大的一个可能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俄罗斯输了 战局久拖不绝 乌克兰民众在外部物资和精神的支援下 全民抗战 最终将拖垮俄罗斯继续战斗的意志 这几乎将肯定导致俄国政局动荡 甚至发生颜色革命 以及其他今天都难以预料的俄国内部的政治连锁反应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就会团结美国和西方 将证明美国和西方还是团结的 团结起来就有力量 对西方构成整体的一个鼓舞 那目前俄罗斯和美国都输不起这场战争 但是对莫斯科来说是生死攸关 闪电战或者非闪电战 只是俄罗斯优克兰之间的事情 但是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的这场较量 注定是一场包括加入制裁的消耗战 你看胡老师说的挺对 这是一场消耗战 但实际上西方的团结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你看除了入典和芬兰以外 今天我看到 毛尔多瓦也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一个之一 也要求加入欧盟 为什么 长眼来看 他们面临和乌克兰一样的问题 你不听乎普京的就要被他吃掉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得赶紧加入欧盟 甚至加入北约 才能受到一个共同防御机制的一个保护 那从近期来讲 大家记得前两天那个新闻吗 白俄罗斯的总统 在面向记者摆pose的时候 他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他拿了一个杆子 在做指挥状 点着地图 从那张地图暴露出来了军事机密 那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进攻完乌克兰以后 直接将会进攻莫尔多瓦 你看他把这种信息都透露出来了 那我相信 某国上下都紧张万分 这种情况下 能早一秒就早一秒 加入欧盟 享受相关的支持 就是享受相关的保护 那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胡老师看的也比较准确啊 西方整体鼓舞的这个结果已经达到了 团结的力量占了主流 同时这对美国国内的政局啊 也会产生影响 为什么啊 因为拜登啊 前两天在国情资本里面也说了 普京必输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另外很多届总统搞不定的 就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这些啊 这个瘾瘾狗狗 这些争斗 关于北约 边于军费 关于这个贸易战 关于种种问题啊 本来美国 欧洲之间啊 出现了裂痕 这也是为什么普京敢动手的原因 他认为西方啊 东升西降 他们不行了啊 俄罗斯国内啊 有好多学者 跟普京吹嘘这个东升西降的神奇 普京那真信了 所以就开打 但是他这一打好吗 普京这一打 美国和欧洲啊 团结起来了 这是重整国际秩序 让跨大西洋两岸实现一个一体化 在房屋上 在经济的合作上 更加突飞猛进 更加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所以是普京倒逼了 欧洲和美国的团结和联合 从这点来讲 我们把这个总加速师的称号给普京 他应该是明治是贵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给大家分析了 沃克兰战况的最新进展 以及中国正在发生的最新的情况 两会也开了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各方面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我们谢谢您 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打赏 更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